工作人員加緊趕工掛上最新看板 2024全力支持賴清德 就在南投立委補選 民進黨勝出終止三連敗後 新北市議員張景豪 馬上跳出來力挺賴清德 看得出全黨定於一尊的態勢 更加明確 成功預測九合一大選 結果的日本學者小立元欣信 分析這次補選 對賴清德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 民進黨掃除敗選後的城門氣氛 而國民黨則是敲響警鐘 不要沉醉在大勝的氣氛裡 對於2024大選 他認為開局還是五五波局勢 借勝恐懼 步步為營 我想小立元教授說五五波 我想這個是一個新的起點 那我相信這個選舉是對於執政的考驗 那我們也是抱著這樣的心情 雙方都是戰戰兢兢 不能犯任何的錯誤 因為畢竟在這麼激烈的選案當中 有任何的錯誤 就很可能影響最後的成敗 藍綠都不敢大意 畢竟民進黨在逆風情況下 竟然攻下藍營鐵票倉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就分析 這場補選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賴清德把一個 連黨內都不相信會贏的地方贏了 而藍營把沒想過會輸的地方輸了 綠營是已經整軍待發 但是藍白的一個部分裡面 都還有帶整合的一個部分 民進黨在補選勝出後 全黨定於一尊 反倒是國民黨人選還沒敲定 面對二零二四藍綠可都得謹慎面對 三天新聞李文盛 黃偉翰 永樂博的台北到